日本有个男人花了50万美金 把自己变成一条狗 好或许不是真的变一条狗 但他买了一套这个costume 然后穿上去他就可以 看起来像一条狗一样 然后行为就可以像一条狗一样 而不会觉得奇怪 还是会觉得奇怪 那么照片这边 你如果看荧幕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这个 你会以为这是狗吗 你可能在第一眼看到 你会觉得 这有狗啊 可是仔细一看 他是穿着衣服的这样 这是一个特殊的戏的一个costume 然后他还是会害怕 连要对他的想法 是很奇怪 所以他还是担心 别人会认为他很奇怪 很难觉得不奇怪了 大概但无所谓 我们来看下来 So Japanese man spent 15,700 dollars on dog costume to fulfill lifelong dream of transforming into an animal 花了15,700块 你就可以想象成 大概就是50万 快50万台币 OK 那做了一个dog costume 这个字其实不是说多难 只是下面这边有一句 我先读一下给你听 Months after shelling out thousands of dollars on a customized dog costume to fulfill his lifelong dream of becoming a canine a Japanese man has raised concerns about what his friends might think of him 据点 这是第一段 在几个月 做了这件事情几个月后 这个日本男人 现在担心着这件事 说的简单一点点 大概这句话就这样 所以在这件事情后的几个月 So months after this thing 那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 花了好几千块 来做一个这个衣服 所以这个花了好几千块的字 它用的不是spend 它用的是shall这个字 所以shall out 就是把钱花出去 就这么简单 你可能想说 shall这个字不是有壳 有没有 甲壳类的动物的那种壳 这样子叫做shall 或者子弹的弹夹 也叫做shall 但是OK啦 这个动词评论就这样 就把钱花出去 就shall out 好几千块 事实上是 tenth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OK 那再一个 客制化的狗的衣服 所以customized dog costume 所以custom这个字 customize就是客制化 那你可以看到 它跟customer这个字 长得非常像 对不对 right 甚至只有custom 这个字就是有海关之类的意思 这样 所以customer的custom c-u-s-t-o-m 跟c-o-s-t-u-m-e 你看它的分别就是把o跟u颠倒 对调这样子 所以它的翻译也不一样 因为c-u-s基本上不会是长音的 所以就是customer customize customs 那c-o-s就是长音了 所以这个衣服 叫做costume costume OK so customize costume 再回来这里 所以花了好几千块 on a customized dog costume 好希望有清楚 好所以 客制化的狗一 来满足他的梦想 to fulfill his lifelong dream 他是一生的 lifelong的一个 一生的梦想 a lifelong dream of becoming a canine 所以狗这个字 你可以叫做canine c-a-n-i-n-e 它的发音就是k跟数字的9 k-9 k-9 所以你会在警察的一些 那个特别的小组 小队 他就会写着 我们 例如说一台车 那台车上面就写着k9单位 k9unit 你不要想说k9好OK 可能有k8k7k6 没有 k9就是一个独特单位 就是有警犬的 OK 有警犬的k9unit 好这听懂就好 anyway 所以他想要成为一个k9 那再多补一下 我们知道牙齿有全齿 有没有 也一样 我们就叫k9tooth OK 好所以这个家伙呢 他就raise了一些concern 有关于他朋友对他怎么想 so he has raised concerns about what his friends might think of him alright toko who documents his four-legged life on youtube commissioned model and sculpture company zepet to create a realistic rough collie costume for him earlier this year 好这段到目前为止先讲 所以他呢 他就记录着 这个toko他的名字 他记录着他的四条腿人生 four-legged life on youtube 那他就委托了这家公司 就是zepet 委托就是commission 所以他是动词 那用过去是commissioned model and sculpture company 这边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做模型的 做sculpture 其实就是雕塑的这类作品 这样子 那来生产出一个realistic rough collie costume 所以生出一个 你真般的realistic的一个 这collie就是牧羊犬 C-O-L-L-I-E 那我知道很多人喜欢这种狗 甚至还有叫边境牧羊犬 你前面叫一个border就可以了 真的就是边境那个词border border collie OK 所以这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做的事情 应该讲去年年初 因为过年了 好 所以我们这边再强调一个地方 就是四条腿的人生 four-legged life 那我们其实讲过这个东西 也不止一次 但是为了体贴心的观众 我们还是说一下 只要是身体相关的 不管是手啦 脚啦 腿啦 心啦 或者是抽象的想法脑袋之类的那种 mind那种 我们都会把它放在第二个字 然后就算它不是动词 我们会把它当成动词般 把它变成pp的心态 所以为什么这里的四条腿 是leg 还要加重复字为d 因为发音 加重复字为g 所以legged legged 因为它就是 这个跟身体有关 所以我这边多补充几个 这个概念 有些你比较熟悉的 像你说 你的思想有开放 你的思想非常封闭 所以open mind 要不要加ed 熟悉的应该都知道 open minded 你看变被动的 right closed minded也是 OK closed minded 你可能会想说 那为什么这里连closed都要加d 嘿嘿 这个也蛮有趣的 有没有办法这样子 closed minded不加d 当然是不行 没有这回事 因为closed这个字 你如果不加d的话 它的意思变成靠近的 那就不是你要的 你要的是封闭着的 所以封闭着的 一定得加d才可以 好 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 再多一点补充 再往下看 如果今天说你很冷血 cold 血放在后面 加个ed 没问题 cold blooded OK 我们讲说 如果你偷东西 被人家现行犯 逮到 那现行犯抓到 我们叫red hand 一样 加ed 所以我抓到你偷我的 呃 钱包 I caught you stealing my wallet I caught you red handed OK 所以I caught you red handed 算是一个补充资讯这样子 OK 就要现场逮到 这样 好 那还有什么 我们刚刚讲 有手跟脚 脚也可以啊 像例如说 呃 呃 有一种动物 呃 他可能总共有八条腿 所以这个 8 footed animal 有没有动物有八条腿啊 好像昆虫才有 但finally懂了 8 footed OK 可是这里很tricky的地方就是 因为foot这个字也是一种 丈量的单位 我们讲说 英尺就是foot 对不对 英寸是inch 十二个inch 等于一个foot 所以一个foot就是一英尺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七尺高的人 seven footed man是错的 因为这样变成你是七个脚的人 你有七个脚掌 那不对 所以这里的foot反而要把ed拿掉 我们才可以理解为就是七尺高的人 我以前在上高中的时候真的有七尺高的同学 灌篮轻轻跳就好了 seven footed man 没问题这样子 所以有手有脚 有mind heart也有 像例如说这个broken hearted 心碎了的这样子 好 所以这都是算是复习啦 但是让你知道一下 alright 好 所以再强调一下 跟身体有关的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第二个字 然后把它变成被动的语态 好 听懂就好了 来 所以这个他的四条腿的人生 his four-legged life 没问题了 好 那commission刚刚说的是委托 没问题可以 那接下来 我放到哪里去了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four-legged可以 牧羊犬刚刚也讲过了 边境也讲了 好 来 再来 那这边说的是他的衣服 so the product which cost 2 million yen 所以花了他200日元 日元就是y-e-n yen 200万 不是200 200也太少了 好 took some 40 days to finish after multiple rounds of revisions 所以花了40多天才做完 那个40多天 40 days就只是40天 40多要怎么表达 很简单 你前面加个some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说 所以the product took some 40 days to finish 所以你看加了一个some some 40 days 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40多天 当然可能你从国中的英文 你可能说took more than 40 days 超过40天 可是你看我们中文也会说40多 而more than的确是超过40天 这个中文也都已经不一样了 英文当然也应该有不同的讲法才对 所以的确是这样子讲的 some 40 days OK 好 那没问题 而且他有经过好几次的好几回合的修改 after multiple rounds of revisions revision就是重新修改 这样改改 就改正就修改他了 这样子 那round就是回合这样子 好几次的回合这样 好 那这没问题 然后他就终于可以成为了一只狗了 那狗会做什么动作 会翻滚 会截肥盘 会吃食物跟摇椅吧 这边都有提到一些些 我们来说一下下 So videos posted on his YouTube channel show him in a costume rolling over playing frisbee resting on a hammock eating fake dog food and even wagging its tail his tail 好 所以贴着他YouTube channel的影片 秀出了什么东西 So videos show 所以其实主持动词就这样子 Videos show 可是什么样的video 在他的贴在他的YouTube频道里的video So videos that are posted on his YouTube channel show him in the costume 所以秀了他 而他是穿着这个衣服 So show him in the costume 然后干嘛呢 就继续补充下去 翻滚 rolling over roll over 玩飞盘 playing frisbee 躺在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吊床 就是hammock H-A-M-M-O-C-K OK hammock 然后吃假的狗食 因为他 不是说你穿了狗的衣服 你就可以真的吃狗粮的 你吃狗粮可能还是不行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行不行 据我了解 有的人在养狗 他关心狗的健康 还真的会把狗食拿来吃 那可是可能真的不能当做人的主食 So eating fake dog food 那甚至会摇尾巴 wagging his tail 所以摇尾巴的摇 不叫做shake或者什么的 我们通常用的字就是wag W-A-G 还有另外就摇手指也可以 像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个NBA群叫做 Dicambe Matambo 那长得很高 很高盖火锅 那每次盖火锅 他就会对着那个被盖火锅的人 就会摇手指 wagging his finger OK wag finger 好啦 那这里没问题了 那总之呢 还要再讲下去吗 总之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别人对他的想法 所以或许我把剩下的念念就好了 不见得要讲解了 So despite posting videos for months and amassing nearly 11,000 subscribers in the process Toko has not revealed his identity In a new interview with the Mirror He admitted to being concerned about the opinions of others especially loved ones I rarely tell my friends because I'm afraid they will think I am weird He said My friends and family seemed very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I became an animal 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惊讶 他竟然变成了动物 谁不惊讶啊 拜托 怎么可能你 譬如说在dinner table 然后说 妈我变成一条狗了 Oh that's nice Not gonna happen buddy OK 你妈大概是What Right 好所以 但这就是现在文化的一部分吧 我们对于别人做的任何人生的选择 似乎都应该是先支持再说 So good for you buddy Now you're a dog All right Now fetch me my paper T1拿我的报纸来吧 好不应该用这种derogatory的语调来讲这件事情 Good for you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是Paul